感谢您的总统 我是台湾人 我是台湾人 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第十一届 今年十月在台湾登场 美国民主基金会会长威尔森表示 这位会议致通过 因为台湾是民主典范与枢纽 也将是全球自由议程的核心 上任后亚洲行第一站挑选台湾 威尔森表示 将来美国人民与台湾站在一起的讯息 十月大会将彰显台湾 在全球民主发展的角色与贡献 与会者包括总统蔡英文 美国NED的重量级董事 来自数十个国家 几百位公民社会人士 政治人物 国会领袖 大会也特别着重新世代的声音 他提到 民主历经16年的低潮 例如在缅甸 香港 然而台湾是成功的故事 目前威尘国家也积极散播假讯息 进行认知战 试图对民主国家造成影响 非常期待透过这一次的大会 可以继续推动民主国家团结合作 让全球民主发展更加的坚实有利 NED在2017年曾发表文章及报告 提出瑞实力词汇 仅是防范中国共产党的输出渗透 华尔森表示将与台湾展开合作专爱 台湾公民社会强大而有力 能够贡献世界与民主社群 帮助其他国家因应威权势力 新唐亚太电视黄亮检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